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听完刚才这样讲 其实没有什么更加清晰度我应该投哪一个 但是同时现在做生意的那个党 是提醒了这么多人的名字 是不是? 新疆、维吾尔、香港、阿富汗 全部都在打这张鞋 但是南党其实应该是帮工人的 就算是进来的那些移民 现在香港法度也是公恩 他就连着字都不敢说 当然我们都会以一个香港人 关心的角度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一个好的选票 找到一个适合的政党帮助香港 感谢一直相信同乐广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旧同路客户 因为你 我们会揭尽所能 商户包括 香港商户Chicky Duck 宜婆玛丽马来西亚餐厅 北角青壮牛肉面 位于香港鸭利洲的家祖办馆 有成恩慕 加拿大温哥华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伦多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epperwalk 利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产铁三角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装饰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机慢活市集 WOOP 益菌订装保湿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SIR MG 正太保险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加拿大新司科世瓦省 Elene Joan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场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Hello 建立第城 回到来8月19日星期四 你好Angie Hello Suzanna 你有没有留意到近期天气都好像很蚁局 又或者天氣都好像灰蒙蒙 好像香港那些霧霧 有 其實這兩天又開始好像很焗 好像想打風打風 吐那些濕氣 前幾天好些 有一個藍天 那天我去了戶外遊玩 但是這兩天又回來了 但是我猜就是因為 都是跟我們BC省那邊的山火 可能會不會吹了那些霧霧過來呢 其實都是主要的關係 我們那個天文台都不斷發警告 有時又說那個空氣的健康水平 就是超標了不止30倍 但是其實我那天跟我家人在這裡說笑 就說其實30倍對於香港來說 好像基本上每天都是這樣生活 是啊好像在香港的時候 你睜開眼睛就會覺得 今天究竟是有多焗 就不是說今天是什麼天氣那些 但是其實我們在說 我們溫哥華BC省那邊 其實那些山火真的很嚴重 簡直是會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BC省那個 政府那邊都會出很多的帖文 去 alert 告訴市民 說其實哪一個部分的山火會小心一點 還有也都會跟人說 如果你們想去旅行去內陸的 都要留意山火的消息 因為可能不分分鐘 有一些地區可能要去疏散 有些居民要疏散 有些就是就算我們 你知道現在暑假尾聲 都會有些人趁著還沒上學 都會可能駕駛車去BANF那邊玩 但其實BANF那邊已經都有少少影響了 其實因為極端天氣越來越嚴重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溫哥華出了名 就是雨水多 其實BANF那邊好像是近溫哥華那邊 都有很多中山火 而今年的溫哥華好像真的可以整個月都不下雨 很誇張 是的 還有其實那邊的BC省那邊的政府 都已經有一些帖文 是教了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遇到這個山火 其實就需要疏散 他都教了一些居民 其實應該要做些什麼 我們其實都可以講一講 當然有時候看這些新聞好像還是很遙不可及 但有時候這些天災那些事情很突然的 可能真的會來得到 所以可能我們心目中有一個大概知道要怎麼做 就會可能多一份安全感或者預備感 如果真的政府就說這個地區現在就要疏散 當然我們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自己去評估自己 我需要不需要去疏散 因為其實真的要聽的 即他給你這件事 其實可能真的有一個很急切的需要 所以他就說叫你不要留在家裡 即是It is not safe 即是你留在家裡也不安全 如果政府告訴你你是需要疏散的時候 還有原來有一個Emergency Support Service的網址 叫市民可以聯絡 在這個叫ess.gov.bc.ca 這個網址 就聯絡了 可能會有一些最新的消息 可以通知給你 另外就是如果那個ESS 即是剛才那個網址的reception center 你可以去告訴他 即是在那裡找得到 哪裏可以給你疏散之後 有地方可以讓你下腳 哪裏有食物 哪裏有醫療 以及有一些prescription的support 即是可能你藥物的需要 可能你有時候走得太急 即是你沒有extra的藥物 可能那裏就可以幫到你 而且也是叫你聽多些 有些頻道 有些關於那個area的消息 是的 其實經常見到那些山火 他的面積是大得很恐怖的 即是那些人就會說 是燒了多少帽地 而那些比例就說 相等於多少個足球場 雖然聽上去很深呼 但是經常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 它燒了多少也還有 是的 因為那些樹 你一直 你知火 其實如果你停止不切 因為它很大 那你就會蔓延 還有你有沒有看到很多照片 其實是燒到火紅紅的 很厲害 好像明日之後那些 明日之後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 BC省有很多的城市 其實我不太熟悉 其實我不懂 但是我會看到 就算有些地方 譬如Costco那些 你也會看到 Costco的牌子上面 其實那個天空 都現在是很紅 但那隻紅 並不是太陽下山很漂亮的那些紅 你可以想知道 其實就是那些 可能山火在附近 搞到大家很焗焗焗焗的顏色 其實你看照片 你都已經知道嚴重性 其實不知道 溫哥華那邊 我們的朋友 那些聽眾 現在是怎樣 最近這幾天 有個朋友 全家人去了溫哥華那邊玩 他拍出來的照片 也不錯 就是沒有 好像你剛才所說 就說可能 就是那個天空 那當然當然是看地區 但是除了人之外 我真的覺得很心酸的 就是應該那些 國家公園來的 也有很多野生動物在那裡住 他們真的 是啊 又沒有催生的地方 又沒有食物 都不知道可以去哪 其實不知道他們 山火那邊 是不是不會跟 你知道 如果是地震 或者是海嘯 那些 其實那些動物 很厲害的 他們很有靈性 其實是 被我們人 是會預知到 可能他們會感受到 海裡的波動不同了 他們可能會浮上面 不知道 但是可能山火 他們就未必能被警告 可能也未必能走遲 是啊 應該燒死了很多 之餘 有很多 就離開了他們本身的家園 是啊 所以有時候 那些人說 為什麼那些鹿 那些走進民居 可能走進去 我猜這些都是 很主要的原因之一 我想這些有原因 另外有時候有一些是 因為發展 發展到 令到他們本身自然的地區 沒有那麼多食物 都會越來越走近民居 其實說到這些動物 你有沒有餵開鴨仔 這些動作 我記得你之前跟我們說 你小時候都不小的時候 就走去餵一隻 好像那些 倉鼠又不是倉鼠的動物 那些叫Peridocs 其實不應該的 但是餵鴨是否餵 就是覺得很可愛 餵鴨我真的比較少餵 因為那樣子沒有那麼可愛 但是其實你知道 我們在奧塔利歐 經常都會看到他們 很多 就是要等他們過馬路 另外就是有一種 就是在那些湖裡 你經常都會看到他們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看得卡通片多 還是看得西片多 很多時候你就會覺得 好像你看到鴨 就是要用麵包去餵牠 這個好像是一個很 很有趣 或者是很拍拖的一個動作 這是電視機教我們的東西 他們是喜歡吃麵包的 那其實是不是呢 其實不是的 最近就是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政府 都不停地叫人說 你不要餵牠 你不要餵牠 但是沒有人聽政府說 那索勝呢 他就動了牌子出來 就說 拜託你不要再給麵包吃 因為麵包 就只是對於他們來說 只有卡路里 就沒有他們需要的營養 而且那些麵包 甚至乎會令牠們有敏感 有敏感 很慘 而且麵包 其實吃了下去之後 那隻鴨以為自己真的飽了 只為自己需要的東西已經足夠了 所以牠就不吃牠們應該要吃的東西 就像我們人一樣 賺了胃 就吃不下其他東西 但其實裡面的營養 又不是說他們真的需要的 其實麵包本身 就真的不是很有營養 其實人都不應該吃太多 因為麵包都是一些糖 那些來做的 就是用來飽肚 但是有時候你習慣了 即是早上吃麵包 你吃其他東西又好像 不太舒服吃下去 早上吃個公仔麵 有時候也 還有我覺得如果早上 我想偶爾也可以 或者出去吃的時候也可以 但如果你在家裡 你覺不覺得你早上又要起床去做麵 然後下手又要去做個午餐 然後很快有時候下午茶又要吃點東西 然後晚上又要吃晚飯 好像太勞絲動眾了 但如果一個廟班很簡單 就算想整熱 你也是放在多士爐那裡 或者塗一下豆腐、啤酒 那些都很方便 那說回鴨仔 其實麵包他們是不適合的 剛才這麼說 除了他們是不需要這些麵包 因為麵包根本沒有營養給他們 之餘其實是污染了環境 因為那些麵包其實是會 可能它有些菌放在湖水裡 所以會創造一些東西 會令到他們不舒服 像剛才所說的敏感 但其實你看到鴨仔 不是吃麵包的 我們小時候都帶麵包去池塘 然後等魚吃 原來魚吃了會死 吃了麵包會死 我記得他們不是餵魚 他們有一隻好像很乾的麵包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你的麵包丟到水裡 就會令到面上有一層青苔 那些青苔 但是那些青苔生得太多 又會令到魚死了 還有會有疾病 有菌 但Angie 如果真的要去餵鴨 其實他也有教我們可以餵他們吃什麼 是嗎 是很特大的 他說一提子切開一半 而且是沒有核 好像是餵嬰兒 不是嬰兒 嬰兒不可以吃 例如餵那些小朋友 可能三歲那些 不要給牠發一顆 因為牠會噓死牠 要切小塊 然後還有沒有核 因為核是難消化的 然後還有生菜 切開不要太大條 叫做薯米 要不是雀粟 要不是豆 要不是Suzanna很喜歡吃的粟米 和大麥 如果你要餵的話 麻煩你餵這堆東西 原來也是可以餵的 我們之前不是說 如果有野生動物例如蟲鼠 在我們澳大利亞這邊 其實是不可以餵的 但原來在鴨那裡 如果你餵了 餵一些可以吃的東西 就不會有人說你這樣 鴻鼠真的很誇張 基本上它們什麼都吃 我經常見到它們經過 都擔住一塊東西 是大到它的口都吃不下 它們其實是首先擔了之後 去找個地方去收起來 很有趣的 我經常見到它們 它們是在櫃子裡 然後收起來 然後找一塊樹葉 我真的找一塊樹葉 去遮住那個洞 就以為人家不知道 但是我好像見過 另外有一隻蟲鼠 又走過來 去發現它的洞 它們是會 類似吵架 其實真的很有趣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這麼近 去看到這些蟲鼠 就真的要我們在加拿大 這些比較大地方 生活的地方 才可以看到 阿哲 整股它 看到它收起來 那塊食物 你拿了它 換了一塊石頭給它 很壞啊 然後它就多找一些 其實可能它會繼續跟你玩 跟你鬥過 你有沒有聽過 那些小兔 我們在家裡經常見到的小兔 牠們好像很有趣 你平常見到牠 牠不動的 牠無緣無故在草地裡見到牠 但是如果你家裡有種東西 種花那些 你可能第二天早上 你發覺花斷開兩節 或者無緣無故被人掘起了些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牠們做的 是啊 蟲鼠或者小兔 甚至乎老鼠都會 所以我們也要那次 試過蚊香炮掌 不過炮掌在這裡不可以 不能用 你的朋友 上次不是有一條蛇嗎 他有沒有告訴你 他捉不捉到那條蛇 或者蛇走了沒有 捉不到 最後 就見不到牠的蹤影 是啊 上次不是有硬硫磺 然後就給了牠 叫牠周圍審 嗯 但是有沒有 上次我記得你說過 硫磺 可能如果那條蛇真的有經過 你都會看到痕跡 那牠有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沒有 那個硫磺是那條蛇經過 會令牠的皮膚很痕 所以 就讓那條蛇不會想在這裡 嗯 那希望走了 其實我覺得 牠未走也有機會 因為你知道加拿大的屋子有多大 然後分分鐘如果牠在床 或者在床裡面 很流行都會有一個冷房間 或者是一個擺東西的保存 不知道會不會躲在裡面 不是牠在外面的 牠就不是在裡面的 這樣就好一點 連這裡進入屋子也會好一點 是啊 是啊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地方叫做哈薩哈 經常都有聽過的 但是 是一個什麼真正的地方 其實我又對牠不是很熟悉 是不是都是一些 亞洲的地方 來的 但是就不是我們這一種的亞洲 是啊 可能是一些 南亞 不是南亞 比如巴基斯坦 印度 那些 那些 那些地方 是中國的另外一邊 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應該是 中國的西面 是 OK 你這樣說 中國的西南面 但是 但是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封廢 以及一些比較 稍微沒有那麼先進的國家 小的國家 其實都很少可以提到這些國家 我們一向都很少聽到 通常聽到都是因為 可能有關打仗 戰亂 那些 甚至是恐怖分子的國家 是啊 但是最近我有聽過 所以我一聽到你說 你問我這幾個字 其實我已經知道你想說什麼 就是出了名 我也有看到這宗新聞 是啊 話說 在哈薩克那裡 有一條新的罪行 就是專門針對那些 戀童癖性侵犯 戀童癖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 非常嚴重的罪行 非常嚴重 但是有些國家 就有些比較適合的線 就是可能他們有時候 一些很老的爸爸 就會跟一些很小的女孩子結婚 但是這裡就不是了 那他們就做了些什麼 就是對付這些戀童癖的性侵犯 哇厲害了 他們將那些罪犯 就來一個判罰化學閹割 怎麼會是化學閹割呢 原來就是把一些化學的物質 打入他的下體 令到他非常之痛楚之餘 就是之後都不會有生理反應 就不可以再去生小朋友 這樣 這條法例是2016年開始的 他就說 其實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那群人 這個罪行 其實他們覺得是不可寬恕的 所以就是你在監獄裡面 他就會對你做這個化學閹割 然後就算你是盈滿出獄之後 都會定期繼續去幫你做這個化學閹割 就是令到你是 不知道是不是 一輩子都是這樣 記住的 你不會有翻身的餘地 你這樣對小朋友 但是那些犯人 他們竟然可以說這些話 我覺得他們好像 你有沒有想過 你那時候怎樣對人 你叫現在別人不要這樣對你 你不如告訴我們他說了什麼 其中有一個犯人 他就說覺得自己很懊悔 以前這樣做了覺得錯 很抱歉 犯下這些罪行 透過我的例子 就希望告訴大家 千萬你想也不要想 就犯同樣的錯誤 我也都懇求那些 要求我接受化學閹割的人 取消你們的決定 我依然都是非常年輕 我依然都是想生孩子和結婚的 是的 我覺得你叫別人想清楚 這個當然是需要 但是其實那句 他說他還想有自己應該的事情 因為他自己還有家人和小朋友 我覺得他說這句話 你當初就不要這樣去傷害別的小朋友 這句話其實是辣著我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些這樣的罪行 真的很難令人去原諒你 但是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不是說要跟他們解釋 但是這些是一些病 或者是一些他自己都是一個受害者 所以他長大了的時候 又會做同樣的事情去侵犯其他人 雖然我們覺得這件事是好和不好都好 自從哈薩克推行化學閹割之後 犯同樣性侵兒童的罪行 就減少了15% 雖然也是減少了 但是又不是減少了很多 但是因為其實他說 因為這個判決 就是說要判那些人有法學閹割 其實都不是實行了很多年 他說在監獄裡面 其實總共有一大群的人 好像是百多個都是這些戀童癖的罪犯 但是當中是在這條法例生效之後 才是被受這個懲罰的人 其實都是只有十幾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 有25個 所以其實之前已經判了那些 其實不會有這種懲罰 所以可能比例上比較短 而且如果以前已經被判入獄 他們也不需要這個法學閹割的人 其實他們出獄之後 其實都可以變成一個普通市民 但是如果你再犯的話 其實他們就會要受這個懲罰 而且原來呢 其實我 我這樣想 為什麼這麼煩化學閹割 這些黑黑黑 都是一帶一路的國家 他們跟中國很友善 中國就由幾千年開始 已經有太尷尬 直接閹割了就行了 要不要化學 化學才可以省下 可以嗎 可以嗎 什麼不行 你看看 中國這麼多年也是這樣 但是其實我想說這個黑黑黑 其實他們都頗重視這些戀童癖的人 回來之後 希望他們不會再繼續這樣傷害其他小朋友 他們放了牢之後 其實他們還是會被人公開那些照片 姓名、地址這些全部都會公開的 所以其實可能他們都會有比較多的掣肘 我想好像也叫做保護 保護了那些普通市民和小朋友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不知道現在還可不可以 我想在民主國家就未必可以 但是在這些國家應該沒有問題 或者做了都不知道 我贊成化學都不用了 就這樣醃了就行了 嗯 好 今天 找個獸醫都可以做到 是不是 差不多 應該到 待會有Michael Michael 就跟Angie 看看我們今天會聽到什麼關於財經的消息 待會見 再見 再見 為於感受中華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和車胎以供選擇 為慶祝17周年 現在提供200套輪圈套裝以特價優惠同路人 發短信去416-709-8651查詢 Signal或WhatsApp都可以 3 2 1 由獅子山下到公民廣場 香港之路從未平淡 眾言前路茫茫 香港人仍然昂首闊步 從來不甘安置到盲點 決定上路去再實踐 要視暗淡篩情 有日方請請你堅持良心界線別棄手 繼續相信Lena大宇宙 逢星期一至五 香港台有我Peter 和我Rita一起開咪 將香港人精神遍地開花 在廚房裡 用什麼耳朵交給我 唉呀大劑了 死了這次 不行就在裝作 結果怎樣呢 行行行行不行 唉 你們別亂了 找港姓裝飾工程葉師傅便可以 電話是647-299-6721 如果你睡醒起床覺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愈睡愈累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換一張承托力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集困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軟 你睡覺時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導致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間出現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這身體的肢爭點 如頭、肩膀、臀部 張繩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將床褥要晚晚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來的電話 打416-321-1882 找尼安家師聊聊 床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上完保險班 保險馬上有Discount 快點上iprodriving.com 報名或短訊 647-963-6025登記 香港人加油 HELLO 堅離地城 HELLO 堅離地城 歡迎大家 來到今天又有我和米加勒隊長 說米加勒隊長不見兩三個星期 你看看他瘦了很多 還有剪了頭 真的不認得你 你知道嗎? 以為好像年輕了十年 你 有沒有這麼誇張? 真的 是啊 是不是最近很多好消息呢? 包括可能我們的財經界 都是很多好消息 令到你這個人 就開心了很多 所以看上去都 年輕了整十年了 真的謝謝你 真的懂得說話 那你看好消息 我想就應該沒什麼了 現在就是 就是整天都抓人 香港又 就整天都好像很多 很多負面的消息 那今天我們要說一下呢 就是一些 就是不是很好的東西 所以呢 就是未來日子呢 都要小心一下 那看不看得到我的back job? 看到 就好像大家快要開戰 那樣 是啊 我站在中間 我隨時被他打死的 真的 那呢 都在一個 我想 在現在 這個 八月就快結束了 九月就快結束了 是不是? 是啊 八月過了一大半的了 通常我們說 九月一開始 十月呢 就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會發生的 哦 是嗎? 特別是金融界的 哦 是啊 那最近呢 對沖基金 有一個叫Marshall Weiss 他呢 就 對這個中國的ADR呢 就有一個警示 就說呢 這個全球 被譽為全球對沖基金 的頭幾個大哥呢 這些呢 一出聲呢 就真的都 有些影響力的 那他管理呢 差不多590億的美金資金 嗯 那創辦人呢 就說Paul呢 就說呢 就是中國當局呢 現在試圖限制 你知道現在中國大陸 有些事情呢 經常都好像在做一些事情呢 是好像鬥地主啊 你有沒有聽過鬥地主呢 有這個鬥地主呢 那我第一次聽呢 就很無知的 就以為是一個遊戲來的 那但是呢 我看回魏康先生呢 他講呢 原來鬥地主是些什麼呢 當他老人家呢 第一次聽鬥地主 是一個遊戲呢 他真的嚇了一跳 是啊 其實呢 現在香港的情況呢 都好像是當年 1948年那時候 開始的上海 嗯嗯 你知不知道呢 當時呢 就是解放上海那時候呢 有哪一家大公司機構呢 它最早撤離呢 你猜猜 會不會是匯豐啊? 匯豐 匯豐沒有啊 匯豐 匯豐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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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是誰呢 就是大酒店 聽過沒有 聽過 大酒店呢 香港大酒店是一家 就是猶太人的老闆的公司 嗯 那他們1948年就 就把所有的資金 已經調離了上海 噢 OK 所以很厲害 那現在其實呢 這些大行呢 就作出這樣的預測 就是 就是 叫大家 千萬千萬不要買 一些中國有關的 ADR 那些股票 那什麼叫ADR呢 就說一下 就是生活百科 那樣 就是ADR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給一些美國投資者 那他們呢 就在那個 美國投資市場去買一些 外國的股票 那 中國股票呢 就本身呢 就有一些 未必在 美國上市的 那這些大戶呢 這些機構投資者呢 就大量的買入 在這些股票 在香港啊 或者是 中國等的地方 然後呢 就在美國那裏呢 就用一些的 那些票的形式呢 就去 去做 買賣 那這些我們就是所謂 我們叫做 預托證券 經常聽到一些 財經節目呢 就會說的 美國的 中國的 中國ADR 美國預托證券 報價那些 有中國移動啊等等 平安保險啊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全部呢都是 就是不是股票來的 啊 只不過是一些 預托證券來的 那大概這個情況呢 就變成呢 如果現在這樣說呢 因為這些大戶呢 是買了很多 現在美國買嘛 是 那現在它 已經開始在散貨了 那散貨的時候呢 就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就是說 其實呢 你如果買了這些預托證券呢 美國的投資者呢 就有機會沒有人跟你買的了 你賣哪一個人跟你買呢 是 因為官員買賣的嘛 都要人接貨的嘛 是嗎 是啦 所以呢 就 Marsalways這個 這樣的 那個大戶的對沖基金呢 就在第二季呢 就降低了 騰訊、音樂、娛樂、愛奇藝 還有八度中國等等 美國預渡證券的比例 那相對來說呢 就現在我想呢 就很可能呢 一個股災呢 將會衝進來的了 哇 那麼多隻呢 你說的都是中國 算是比較普遍 受歡迎的股票啦 是 我就只是買過騰訊而已 不過我都在我搬來加拿大之前就放了 噢 這麼聰明啊 那看看啦 這個就是中國ADL的股票啦 那都很多隻的啦 那我們大家熟悉的 就有中國電訊啦 有中國移動的騰訊啦 那麼 那些近期呢 一天可以跌50%那些教育股 有沒有在裡面的 哦 那也沒有啊 哦 那也好一點 那也沒有啊 那那些就在美國上市的那些股票啦 那那些就 應該都不是那一類的啦 而現在其實就基本上 比如看一下啦 我們在香港的騰訊 在圖表上面看的 形勢相當之非常之非常之差 和不妙 嗯 這裡呢 有三條線 黑色線呢 就是五十天線 那紫色那條呢 就是短期一點的 就是十天線 那綠色那條呢 就是二十天線 那十天二十天線 通常我們是比較短期一點的 那你發覺的價位呢 已經跌穿了這兩條線呢 是 那已經很嚴重了 那它現在跌穿了五十天 那現在呢 你看一下 還有一條呢 這條黃色的線 看到嗎 這條一百天線 都跌穿了 是的 就是說四條線都被它跌穿了 那代表了呢 它接下來一個長期的跌落了 那這隻股票呢 就本身呢 就是在2021年都創了新高 嗯 那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 如果你在它們還沒合股的時候呢 我想那時候也是很便宜的 那但是呢 有一件事要大家注意呢 就是這些股票呢 隨時可以跌到一百元以下都不出奇的 嘩 因為 因為呢 習近平呢 習總呢 不如 這位習總呢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是不是 就是 我們的國富現在沒什麼錢呢 不斷拗那些有錢人的戶口 現在還有一個呢 就是說我們要平均分那些財富 知道嗎 我聽過啊 只是聽這一句呢 都如果我有錢的話都怕到腳陣喔 怎樣平均分法啊 是啊 喂 鄧小平那時候要 首先一部分人富起來嘛 是啊 那不是那部分人就分財富嗎 所以 所以 鄧小平前面那句呢 看完後面那句 因為 鄧小平後面那句呢 才是精進的 一部分富起來 然後呢 慢慢後面又富起來 現在習近平呢 可能呢 就去實行這個 大國夢想 但是問題就是 喂 你叫那些有錢人 賺完錢之後 要捐回那些錢出來 喂 你不知道捐多少 最近馬法庭都捐了一百幾十億 那馬民那些不用說了 好了 如果你這樣捐下去的時候 他也可以說不夠的 喂 那你這麼辛苦 我做創業 我做什麼要想這麼多 在公司研討這麼多的事情 我去 就是你給了我一件事 一個不好的例子 就是說 喂 我賺這麼多 到時都不是我的 都是國家的 是啊 還有有些人呢 就是他沒有努力過 喂 他百百地得來很多福利 那這些人呢 也都不會再努力的 是啊 是啊 那所以 以前做36 不做36 這樣 是啊 那所以 都要小心 就是這些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 就要大家 要好 要好 清楚一下 就是在現在我們的股票市場裡面 要分清楚哪一些 哪一些是真實的 企業實業的東西 這隻叫滴滴 我想你都聽過了 聽過 這個匣別 這隻有些人呢 就等於我們 美國的Uber 那你發覺 這個股票呢 上市的時候 上市的時候 14元左右 然後上市到現在 跌到7元 其實是 兩個多月 沒有了一半 嘩 那這隻新公司 喂 我還有什麼信心 去跟你買呢 對不對 阿马逊最近你知不知道一件很大件事 阿马逊、阿马逊 它已经封杀了别人的户口 对啊 五万间电商 五万间电商 不是五百间 不是五千间 五万间你想想多厉害 是很厉害的 因为五万间里面的供应商 还有后面很多物流 有很多货币的东西 这里大概估计凍结了一千亿的资金 话说就是阿马逊为什么不凍结 早就迟不凍结到今天凍结呢? 最主要是现在发觉大陆 有很多很多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看到的造假 是 就是造假我们可以说 就是看一下图图 或者是抄购别人的东西 这些七保一丁 哎 喂 日本人这么辛辛苦苦 日清食品 还有很多日本的食品厂 在大陆投资 那你就好心就麻烦给别人有个知识产权保障 你先拿人的方法 没有 这件事从来在国内都没有的 知识产权 那好了 喂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现在都很热 日本人现在基本上在大陆 根本已经是切到七八八的 嗯哼 那好了 你抄购别人都不要紧 但是你也不要做假数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Amazon 他们发觉他们有很多打单 那些所谓的拆单 你知不知道什么拆单 就是他们不停地在Amazon的平台 但是到时就真的没有东西送去的 是 那变成了一张单 它弄出来可能有五十张单出来的 那变成了在那个accounting上面 就Amazon就有个问题了 因为它不只是在美国 它全世界都有的 是 那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税务的管制 那如果你不停地打单 是的 你不停打单的时候 你不停打单的时候 喂大哥 他在那个税务来说是会有问题的 是有这个是扼骗的 是的 所以呢 就是Amazon就没办法 就是一定要一刀斩 那就变成了 现在一定要跟这个中国的权劣 都很惨啊 现在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幅图呢 就很代表了现在中国的企业 特别是政府 他现在的心情 叫做死鸡撑饭盖 哈哈哈 原来真的会撑饭盖的 你知道吗 我真的试过蒸一只鸡呢 是 一蒸到没多久之后 他打了一只脚出来 哈哈哈 你的鸡是生化进去 它是劏了的吗 当然是劏了 哈哈哈 但是我认识的是死鸡撑饭盖是真的 原来 我讲一讲是那些死鸡 是 他试一下回去蒸一下鸡 我很少一只鸡不斩就这样蒸的吗 不是斩了先的吗 是啊 我这些烂人是这样的 整只鸡撑下去就算了 OK 那2,400亿港股呢 被转走了钱 德银呢 持仓的大逃亡呢 现在开始了 所以呢 我告诉你听 香港现在都很大事的 我现在都发觉 现在香港的地产佬呢 尤其是地产代理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今时今日还在叫人们买楼 那因为他要找食的嘛 喂大哥 你找食你都不要说 现在香港的楼市还会破顶啊 我看到一个KOL 真是离谱的 他还说现在香港的楼市会破顶再上 喂 你现在说现在五六百尺一千万 他说还可以买 那你 你现在香港的经济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 你现在香港的股票市场 你已经看到现在这样 是在开始这个股灾之前 我今天我们这一集呢 主题就是讲了什么时候股灾呢 其实股灾那个起源呢 是会在大陆和香港那里会发生先的 那美国呢 待会我们再分析一下 这个股灾呢 对美国有影响 但是不大 但是这次呢 很可能呢 香港呢 可能开埠以来呢 都会有一个很恐怖 还有断崖式的下跌 嗯 接下来呢 楼价更加不用说了 那 那个 蒸发了多少财富呢 是 是 现在很多大陆人呢 我想应该那些蓝丝呢 就是全世界那些蓝丝 小粉红那些呢 就已经 直脚呢 就已经就上了机场了 啊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香港有个叫 是不是叫阿华 华哥 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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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他好像在走去日本 但是这件事就没确实的 哎 很多个都走啦 总之现在我告诉你 在香港那些 就算是立法会议员也好 或者是你什么正 就是 就是 那些 就是阿爺 阿爺的党啊 那些 喂 他一把口一把说 怎么好怎么好 很多人已经送了 以我所知 已经送了子女去外地的了 哦 那这件事就已经 十几年前已经开始了 他们 就是他们都担心了 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 就是阿爺 好心你就真的 不要这么天真啦 还在这儿 觉得自己香港好像 他还早前在记者资道会说 还有很多个专才会来香港 哎 仗都打紧了 现在开始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都会有一个机会 就是阿富汗这个这样的例子 接着来 我觉得台湾它会有机会在那里发生一个战争 是啊 所以都要随时准备 可能一个战争一打起来 我想都会全世界股市 和金融市场会有大风暴 嗯 相当之危险 那我现在说回一些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和刚才的腾讯都是一样的了 都很结局 但是它就没有腾讯那么差 但是呢 开始看到呢 它已经跌穿了短期的线了 成交量要开始缩乏 那再看看这个我们的恐慌指数 那恐慌指数是什么来的呢 原来这个有一个叫恐慌指数的 是啊 VIX恐慌指数就是一个波幅 一个叫在人的心理上里面 对于股市场的前景看法 其实我缩乏看看 我们这么多年的股灾 都是九战后有关的 八九 嗯 九九 零九 一九都是的 不过呢 一九呢 你发觉它有些人迷因素 那就 当然了 特朗普他既攻在那里 所以呢 其实一九的股灾就没有来到的 是拖延到 可能呢 我觉得是很大的机会在今年的 那你看回现在的恐慌指数呢 现在的位置呢 是都接近以前我们 我们在那些股灾那里那些位置的 那你看到现在这个阴阳灼那里呢 它开始是上的 是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 这个VIC呢 是开始呢 是预备报入呢 去一个新高的 那如果 这个这样的恐慌指数 它就说明了 它就说明了 它就大件事了 那今天股市呢 就 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各类的板块呢 都很正常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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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 那 那 就是再看這個NASDAQ的指數 都能夠守住這個長期的支持位置 會不會好像騰訊那樣 10天、20天、100天都已經跌過了 是的 所以有幾樣東西 如果剛才所說已經很多大戶開始是 其實不是現在才放中國股票 其實索羅斯就早在7月 7月之前我記得 它已經埋了所有中國有關概念的股票 這些事情不會說它放了之後 翌日就會發生的 我覺得在現在的日子 倒數3個月內 其實這件事很快就會出現 對於大戶和基金 現在將中國被列為一個危險和高風險的市場 所以我覺得中國一爆 再加上如果中國一動武 我想說說中國為什麼要動武呢 因為打仗是可以賺很多錢的 之前我也有聽人這樣說過 打仗是可以賺到錢的 因為它在股票市場 它們已經做了沽空的動作 美國其實你看看以前打伊拉克 以及在英國打福克蘭的時候 都是的 股票市場 永遠他們都已經做了對沖 所以有可能中國現在前方 知不知道 因為他們現在沒有錢 大陸現在沒有錢 所以有可能他們打一場就是災難財 災難財 很可能這個戰爭有機會 一觸即發就會很可大可小 所以也有一個給大家去留意一下 就是比特幣 比特幣之前 個共都很低的 跌得很低 過去的三個月很反覆 但是自從跌到差不多接運3萬美金 一枚的比特幣之後 就一直這樣直線上升 那條動力線都非常之強 平均線一直上去 那我覺得有機會可能會再創新高 因為為什麼呢? 比特幣其實都是一個 美元以外一個的避難鎖的 資金的投資工具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在現在股災很快會到的了 特別要留意一下就是港股 盡量都不要持有太多貨在那裡 那這個就是對大家的忠告 好,那大家真的要是時候 評論一下自己的股票 是怎樣擺位 會不會擺在一些比較避險的位置呢? 就可能避一避這個股災 那好吧,今天差不多時間到這裡為止 多謝了米加勒隊長 希望,就是大家都不希望有這個股災的 不過他要來的話 我們都擋都擋不住 唯有就是自己看一下怎樣去預防過冬了 OK,拜拜 拜拜 讀信詩 Hello,大家好,我是讀信詩Hidy 我今天將會讀出一封香港台的聽眾 Jenny,她所寫給我的信 你好,我是外國勢力中的小薯仔 除了人魚其名small potato外 我亦喜歡吃薯仔 焗薯啦,薯條,薯片 有時會用吃不完的薯條 弄碎完之後,拌飯吃 你猜一下服不服呢? 不知道你有什麼創意料理呢? 我聽聞,場內會有手足會做一些特別的料理 你們有沒有做過? 我知道夏天裡面比較熱 大熱天時要喝熱水 差不多24小時焗桑拿的情況時有出現 絕對會中暑啦 出現皮膚病的情況也有聽聞 之前應石牆花號召大家簽聯署 希望可以改善到你們的情況 希望你們可以撐住 亦都希望你們身體狀況OK 兩年後的今天 香港已經不可以再遊行示威 200萬人或者612遊行 更加不可以再出現 全球香港人不再因為疫情而不遊行 例如疫情嚴重的地區 加拿大的多倫多 他們會用車隊遊行 我住的地方 美國三藩市 疫情已經減輕了不少 不過香港疫情更少 顯然大部分時間都要保持6呎距離 6 feet apart 不過到大合照的時候 大家已經無法履行social distancing 問題不大 因為美國是沒有限聚令 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展示給中共看 給港共政府看 香港人是不會放棄 Also you are not alone You have us at your back Keep in touch 如果你們有什麼需要 告訴我 最後這封信一定要給Credit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他們是今年在加拿大開的電台 我是透過他知道而寫信給你們 因為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聯絡到你們 Jenny 外國勢力中的小鼠仔 最後多謝Jenny的來信 你並不是一個小鼠仔 我們所有人在香港 或者在海外 大家只要凝聚在一起 就會有力量 大家繼續堅持 不要放棄 香港人加油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如果你都想和我們分享你的故事 又或者有些鼓勵的話想和同路人說 歡迎你們Inbox去 不要習慣的Facebook page 或者可以電郵到 Lattice2Hong Konger at gmail.com 我們會在節目時間內讀出 希望下次會讀到你們的故事 拜拜 香港台嘗試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不找政治 這次是政治找你 找上門 沒錯 其實還有其他黨 例如綠黨 很討厭大台的 通常是年輕人 都會選擇去投下綠黨 藍啊紅啊 藍轉紅 轉藍轉來轉去 上次聯邦大選裡面 是非常電眼鏡地 他們竟然是出奇地 立得比較多席位 我聽完剛才這樣說 其實沒有什麼更加清晰 到我應該投哪一個 但是同時 現在做生意的那個黨 是允許了這麼多人的名字 是不是 新疆、維吾爾 是 香港、阿富汗 全部都拿了這名字 就是在打這張彩的 是的 但是藍黨其實應該是幫工人的 就算是入瑾尼那些移民 現在香港包括也是工人 他就連個字都不敢說 當然我們都會以一個 香港人關心的角度 帶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獲得一個好的選票 找到一個適合的政黨幫到香港 GC GC 双一起同行 不顾当一人齐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其后 万世都压留 荣光民主同盟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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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感受中华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过50款名牌轮圈和车胎以供选择 为庆祝17周年 现在提供200套轮圈套装以特价优惠同路人 发短信去416-709-8651查询 Signal或WhatsApp都可以 Alan Jones首做Cookie 有移民Halifax的香港人主理 良心制作用料讲究 香港人吃Cookie 当然是吃金黄香菜的Alan Jones 现在香港台有得卖 快点上Hongkongerstation.com 选购 我终于找到一个香港人的整车师傅了 我终于找到一个香港人的整车师傅了 尤其是最近可能比较多人走 回头回来 可能我早一点 需要帮忙的就帮他 我所有的车都是Man帮我做的 一听就知道他是自己人 价钱老实 还有6个月的专业信心保养 还不快点拿起你的电话 打905597-7783 去看看你的车有什么要tune up 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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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 正是星期四的晚上不够六个星期 差不多五个星期多一点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联邦大选9月20日 我们会尝试一个香港台做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我们资源甚少 但是我们希望藉着两位嘉宾 连续五个星期里面首先要多谢他们 因为希望给大家一个没有资源底下 但是身为香港人在加拿大 你有选票的话 你怎样可以藉着你的选票 能够令到自己的生活里面 在加拿大里面生活得好一点之外 最主要就是能够帮到香港 因为我们真心是一个香港社群来的 所以希望大家藉着这两位特别的嘉宾 可以帮到我们更相对性 能够了解加拿大的联邦政治 即是第一次我们不找政治 今次是政治找你 没错了 先介绍一下两位 虽然大家都很认识他们 要介绍他们 首先在我右边 盈光幕右边的就是Alfred Wong 资深移民顾问 Hello 大家好 和香港台 星期二逢星期一里面 玩中暖港 有他跟我们说很多移民的问题 跟着就是右边 嘉和的Dr.Anna Wong 黄晓盈的博士 其实为什么要找这两位嘉宾呢 因为我自己简单介绍自己 郑敬基虽然来来去去 大家都知道是加拿大的 不过常常回到香港 最近这一年多就回到加拿大 其实加拿大最近的政党是怎么样 他们强调些什么 对于香港政策 对华政策 经济是怎么样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熟 这一年里面认识了多些 关于移民方面 在这里当然你有选票 你应该是一个 不论是旧的移民 新的移民 你一定要拿到公民 有权投票 这个香港人就没有机会 在香港投票 所以也有移民顾问在那里 一些移民政策 对于我们香港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找到Alfred 为什么Anna在那里呢 Anna除了很关心 在加拿大里面的家庭里面的 一些情绪服务 家庭服务里面社区的事之外呢 其实他就真的浸在加拿大很久了 对整个加拿大的发布里面的 不同的政党里面 就真的比较熟悉的 就是不同的 我想Alfred这方面都一样熟悉的 最不熟悉的是我了 所以呢 今天我开始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位置 可以让大家值着这五个星期 希望每个政党我们都很公道地说给大家 当然我们都会以一个 香港人关心的角度 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拿一个好的选票 找到一个适合的政党帮到香港 好了 在未开始之前呢 我要问一问大家 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信这五个星期呢 我们会不会有机会 可以令到我们的网友 我们的听众可以投到一票 Ladies first 你觉得我们这五个星期而已 之前有限 就是靠三个公仔头 走出来 走出来 说完之后 就希望每个星期四 大家继续follow share出去 行不行呢 Anna 我觉得其实根据我们自己本身 做civil education的经验 华人的选民普遍不是很清楚 三级政府的分工 是不是 我们除了希望藉着这个节目去解册 去解册主要几个政党 对于影哄到我们民生 甚至我们祖家比较关心的议题之外 也都可以同时给他们知道了 三个政府的架构里面是哪一个负责什么 这次我们选联邦 有些什么是联邦管轄的范围 那我们就不要搞错 在那里讲一些灑亚同事的东西 那就是无关事的 那么多年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希望这样子也可以解册它 是啊 突然间爆发了一个 很出名的我们知名的电台 又做了事业员 咦 他应该有很多东西说 但他是事业员 其实跟联邦 当然可能他有个选票 跟我们一样而已 是的 Alfred呢 Alfred在这个移民层面当中 你觉得值着这五个星期里面 我们的网友 就是我们的观众 香港人 世界的香港人 尤其最重要的是我们今次加拿大的香港群组 你觉得 没错 会不会可以投到一个 即值着这五个星期 投到一个对的选票呢 这样吧 Anna的讲解说得很对 一定要大家知道 三级政府做的事情是不同的 所以变成敏的问题 变成现实一点 贴地一点 不要搞笑 是不是 那今届呢 今届呢 今届的大选 我理了加拿大43年 今届的选举非常有趣 很多议题 当然了 我们会抽了一些香港人的关心 是不是 就变成了 因为时间无多 有些是真的挺贴着他们的身 希望我们可以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政党 抽了一些 他们知道了之后 我们不是说对错的 Anna 我觉得我们不是说对错 即是说这个政党是这样看的 即是怎样呢 结束了 我们给这边去加据 这个看法有什么弱点 有什么 其实是吹水的 做不到的 即是适当的时候 我们轻轻地批评一下 就不要一百下地打下去 那就是 是的 我这里首先理新鲜 这两位都是义务帮手 所以在这里很感谢他们 因为其实他们自己本身自己都很忙 希望藉着这五个星期 真心带给我们香港台的网友 真是可以 甚至在海外 不论你是香港的朋友 即是现在讲的 整天都说国际线 国际线 国际的声音 这一次真真正正是 关于国际线里面的声音 藉着它的选票投出来 希望我们香港人 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这个节目 逢星期四晚的 晚上九点钟 我们是直播的 先说明 我虽然看上去好像整天都搞笑 但我今次希望自己 带出这两位嘉宾的最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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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呢 因为每个人在讲 有些 passion 的话题当中 一定有些事情是自己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中立的 是吧 首先说 agree to disagree 说完中间被人截断 不准生气 以后要请继续 要这样的 但是在谈这些 没面子给大家 有什么 有那句话就行了 我说了一个简单一点的问题 首先分析一下我们其实以往 你觉得你身边的香港人 和大陆群组 他们投票的情况 尤其是联邦 你觉得哪个热烈一些 还有那个成数是怎样 问一下Alfred 你移民了 很多人移民了 现在做了Citizen有票 你觉得大陆的群组 不论他选 或者他投票方面 热烈 还是我们香港人 和香港人 你猜十个之中你的朋友 有多少人会真的 去联邦的时候去投票 我说过我的observation 可能大家是想不到的 竟然是来自中国那些移民 转了公民 当然了 他们反而喜欢讲一下投票 相对香港人 香港人甚至乎 我态度很好 很冷感的 哈哈哈哈 怎么不想到他们呢 你开车车过去 他们要不要呢 那都会应酬一下我的 但是就没得说投什么的了 你投哪个我投哪个 我们是不讲这些东西的 就变了来说 反而那些 是come from 日本人 那些 他们就反而挺喜欢谈这些东西的 我是正面看 我是正面看 就是他们参与了 就是说不定 有些东西是没有的 他的长角是没有的 那来到加拿大入一席了 那他就开始接受到 融入到加拿大的value 那他就变了来说 相对性的那个疫情 我觉得是比香港的华僑 比香港的华僑 是不是 是更加热心的 Ana 王博士 你自己接触很多家庭 香港人都不少 大陆家庭都很多了 因为你的服务是没有分 就是哪个族群的 你都是服务他们 那你首先 我们园着两个 就是譬如大陆的票 和香港人 联邦方面 譬如几次大选 你有什么观察 我和Alfred 在这方面的observation是相反的 香港人比较understand 那个投票的system 那个三级政府政制 那个分工 同时也都会去说投票 但是他们就会说 你投了票尾 而不会讲一下 今次我会震哪个 那些事情 就是会少些拿自己的底牌出来 但是我们也都看到 第一 有一个 我想这一方面 我和Alfred都会同意的 就是有一个interesting的observation 就是大陆方面来的移民 有很多是故意不变成citizen 是不是 就是跟他们本土的身份有关 可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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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算说他也不会有票投的 是不是 这个也是一个 difference 但是我看到 就是他们的动员能力 就是我短短都做了一些功课 很厉害的 就是我看到就算在这个不同的层面 比如包括市议、市、省方面的投票 你见到参与的人 都是大陆群组的人出线多些 一、二、三、二 也有的 就是十个大陆的candidate 两个香港人 就是试试参选 还要来很久的那些香港人 而且一说去动员的时候 去到现场 很多时候你见到一呼百应那种情况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票投的 不过感觉就是出来的情况 是不是我自己 就是我的朋友 就是有所给错资料我呢 还是我听错了呢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 是 都会见到很多 容易找回家的情况 就是有些是想在本地做一些工作 令到自己有Canadian experience 有些是想觉得做这件事 会跟本地的政府有关系 甚至有些是被委派去做这些事情 谢谢你 阿祖 你说你的observation 你的observation我认同 这个事实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那个动员 说来说去 就是我们比较 起码来了加拿大十几年 起码十几年或者更久的人 我仍然觉得我身边的朋友 真的很冷感 很冷感 我只是我的朋友 我只可以基于我的observation 所以譬如有些什么 去support你那个 譬如你那个区的选民 香港的朋友 我都没听过那些朋友 F你去不去 都没有人问过 没有人帮你去一起 没有 没有人帮我 你去做K多些 是呀 是呀 那就是糟了 说不定有人帮我呢 阿祖 有人帮我呢 我说不定我又再帮几个一起去 他不懂得帮我一个人 好了 这样讲的 即将来的联邦大选 其实刚刚上星期日 我们刚刚过去这一届 曾经现任我们的Justine Trudeau 即是总理 去了Riddle Hall 即是奥泰华 就和Mary Simon 即是我们的总督 就说了要解散国会 终于就有一个 将来的trigger了一个大选 这些程序我们不讲了 即是立刻要五个半星期左右 9月20日就要投票了 其实大家不可以认识正如这么说 其实我回到香港太久了 听着就听到自由党 保守党 其他NDP 连中文我都不知道怎么叫 我怕混合了香港和美国的党 太像 接着有绿党 灰人政党 不如这样吧 我们真的要让一下女孩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范畴呢 其实你来了多久啊 Anna 我已经是94年了 我也不懂得计算了 很久了 不计算了 大家不用说 不是要说岁数了 最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藉着这五集里面 大家对于我们联邦里面 一个选区或者怎么样 如何構成 交给Anna 和我们的网友 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一下先 就是中央我们有问题 我们会问你的 如果不断介绍一些党 固然现任 就是国会解散之前的主要政党 就是红色各个 其实是联邦自由党 所以当时他的party leader 就是Trudeau政府 就是那时候开始 我们的政府 只不过是一个看守政府 现任的所有官员 只不过是有一个看守的责任 没有可以做决定的责任 也都由那时候开始 所有人 无论是现任的议员 或者总理 还是candidates 全部都是叫做candidates 所以由现在开始 我们refer to 我们的总理 杜鲁多 是会叫他做自由党的党魁 而不会叫他做加拿大的总理 那如果你在加拿大的联邦政府里面 那个架构是如何呢 其实就是说 不断说一下 联邦政府是国防 national的健康策略 例如买疫苗 给什么钱下去做医疗研究 那些 就不是说给钱医院 或者医生的那个层面 也是航空移民入境 国安固然都是他的律师 有几大的山头 最大的山头固然是执政党 就是红色的联邦自由党 The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他是比较叫做中间 就是左又不是他 最右又不是他 跟着最大的反对党 就是蓝色的 叫做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就是进步保守党 通常就是这样叫做保守党 那他现任的党魁 就叫做Aaron O'Toole 主要传统上 understand这个党 是一个商家党 主要是生意 economy那方面 就是进步保守党 那第三个反对党 或者第三个比较大的党 就是橙色 现在国内任那个 这个你见很大的帽子 他就叫做Jackmeet Singh 那就是新民主党 他传统上跟工人阶级的联系 比较最密切 他是处有工会 那个联合最密切的 但是其实还有其他党 例如绿党 由环保议题开始 但是其实他们那个 纲令是比较进取的 在近这几次大选里面 就是很讨厌大台的 通常是年轻人 都会选择去投下绿党 或者如果比较影响 华人少一些 在灰省 灰省政权党 Lipikist 或者叫做Block Keep Up Qua 都是一个 现在越来越大的反对党来的 那在上次联邦大选里面 是非常地变眼镜地 他们竟然是出奇地 立得比较 想象中是多席位这样 是啊 如果说回上次 我们看他在未解散国会之前 其实我们讲的 经常说未有一个大多数的政府 那次他希望 每一个政党都希望自己是 就是执政党 要过执政党 好像在377个议席里面 要拿到170个议席里面 如果我没记错 上次来说在大选之前 各个政府持续的国会议席 分别是自由党155席 保守党119席 那个枯权政党就是B字 32席 新民主党24席 六党2席 跟着独立票的有5席 是这样的 所以要拿到大多数政府 就要170席的 其实很感谢你 我刚才第一次听到 你用这个形容 令到我们香港台的人很巧听 就是你刚才说的没有大台 原来没有大台在这边 就是对于绿党 就是增大台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台 就是可能很久的历史 就是Label很久的 联邦 就是Liberal 自由党 Conservative 那绿党是多久的历史呢? 绿党大约2千年 都有20年了 但是都是属于一个很小的政党 由一个环保议题 一个女士慢慢去争论 跟着最后有一个议席 跟着她就成为那个党魁 是的 但是你说她小也好 她在省和联邦 其实都占到有几个席位 就是看到她二千年底开始 就是运行到现在 其实是有进章的 那她那些平台除了阿宝之外 都多了其他东西 还有她说的东西 有时候会给其他大台对听 也都是这样的 我不是执政的 我说话不需要很实际的 你之后就执政或者执过程 是这样的吗?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怪得那些人 就会比较空烦一点 因为你怕做不到 有点像我们香港 不多不少现在的议会 就是他们没有什么所说 总之通过了就可以了 好了 其实在说的是 今年那个选票 其实每一次解散了国会之后 大家就要执政策了 到底你为什么要投我一票呢? 有什么令到我想投票呢? 我们在说他们 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个计划的 是吧? 就是Anna 就可以跟我们说 但是在未说之前 就是在Alfred 对于不同的政党 其实我们怎样去看一些人 或者去拿这个东西 是不是差不多 他们都是一个销售 在这一刻 是不是? 其实有一样的我还在思考着 譬如我们自己的区 现在叫Riding 是吧? 有些NP是做得挺好的 好了 其实我们的选民 是因为支持那个某军 留任 就是说是支持他背后的政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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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就像人家那些 那些懸疑片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时候 去到最后 投票那一刻 到底是投那个人 还是投那个党 或者我补充两句 Anna 你也可以补充的 就是我们的制度 就是说你选票多那个 就是议席多那个 就是那个党夫 就变成总理 是吧? 是吧? 就是我们上次 我们不是投赎党做总理 我们是投赎党做总理 我们是投赎党做最多人 入赎党的人 是的 是的 红色最多二席的 那个赎党 他就变成总理 如果没有误会 有点是你希望那个党你是喜欢的 但是刚好如果领导那个党 未必觉得在党里面发挥得最好的 那时候是有点点的 当然有个条件 有个条件就是说他本人 譬如徐多那样 他本身都是要选赢 要当选赢 是的 明白 好了不如我们轻轻说一下 虽然有五个政党在这里 不过说真的实际会影响大家的民生 因为票数都已经告诉大家 所以不如Anna跟你说一下 其实每个政党都有它的售卖平台 都拿着一本书或者他们的网页 Liberal.ca 或者Conservative.ca NDP.ca 进去都会看到 Our Platform 2021 一本书在这里很多页 你是不是好像拿着 哇这个学生这么乖 你很喜欢拿书 洗衣 就是拿出来打我们 如果说的话 他很喜欢用printouts来打我们 哈哈哈 都说胜在够多 我拍印机很多纸 走不满堡 走不满堡 OK Anna跟我们讲一下 Anna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不同的政党里面他们在售什么 大概 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自由党是扩大选的 因为自由党认为 它有几个民调觉得它领先大了16% 它这个时候 扩一个很急的大选 就是想拿这个叫做大多数政府 因为它现在在联邦是比较细数政府来的 做事就会帮手帮脚 但是最有趣的就是它召唤大选 但是没有一个自由党2021的平台出现 正式来说 如果你现在 你上去liberal.ca的话 它最近的平台都是2019 它只是2021有些政策计 但是政策计在执政的时候已经做了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实觉 或者写了出来一本很漂亮 很像人家777 说什么蓝天 有些国旗国徽有些字那些 那些东西是未出现的 当然刚才我看到 Alfred的手真的拿着一本本 其他党也有一本本 是吗? 就是我们看到 Anna觉得很适合 Libro这个我当然也有看 很多看 你这么厉害 你是可以进去拿了2021最新的本 最新的本 有很多错漏的 譬如说 Table of content 那些page number 不是那么match 那些content 那就给人的印象 就是稍微粗疏 这样 这件事慢慢说 先推卖了 这件事就是给人做功课 起码 你这个在哪里印出来 他们的网页都未完整 有的了 有的了 你去搜索它 是 是 好 接着我们讲一下其他那个platform 是不是? 这次有什么销售呢? 其实Libro主要来说 2021年是没有platform 但你说The way forward 是它2019年的middle class plan 主要已经不是2021年的东西了 所以说说最新的 我觉得不可以拿那个做准确 因为其实它没有 但是它没有也不是那么害怕 因为它正在做 你就跟它现在执政那几条路走就是了 如果我们想focus 今天讲是和香港人想知道的东西 或者和移民有所知的东西 就是Libro最近推出 那几条香港人Pathway之类的东西 我们讲到已经牙都掉了 是不是? 那个反而就是 因为它没有一个新的2021年的 好像刚才说的那本东西 我就不想乱代它说话 但是有两个比较清楚的platform 是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Conservative 第二个就是NDP Conservative 我和Erinford 在这方面都是挺认为的 讲了等于没有讲的 很老实 他在讲的 Secure the future 就是你的将来 就由我们改变开始了 那我纳纳纳了一点 是的 那你看到它那个 它整个115页里面 它是真的很保守 保守 我是讲洗钱保守 它是真的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 讲洗钱 当它说你可以 比如说minimum wage 你会加一元 per hour 是那些入息两万以下的人 还要是那些钱不是政府给的 那些钱是你雇主给的 对不对 也都同时没有怎么说 有些特别的rich class 他会收取多些钱 他也没有讲 但是在香港的议题上面 它是有几点值得讨论一下的 第一它就说 会支持一个young talent program 是encourage香港的年轻人过来 就是读书的 第一 其实stream A 就是这个program 就是现在已经推出了 第二 就是国安会 waive records of arrest charge and conviction related to democracy protes in Hong Kong 那其实我相信 中文中文 是的 看Alfred大哥 其实都讲了很多次一样东西 就是其实他说 我们审批你那个移民或者OWP申请的时候 会是 如果你是和民主有关的政治打压 而因为这样而下了保的话 我们是会免去你的record 就是不会因为你有这个下了保的经历 而搞到你来不了 但是其实 是的 这件事根本上现在也是在发生的 是不是 就是在加拿大来说 如果你所谓犯了那件事 在加拿大的眼触不是犯法的话 也都不会令到你是不合格去拿OWP 或者移民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其实已经在做了 那第三件事 我从头听完的时候是比较开心的 但是听完之后再想深一层 都是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就是他说 先读了个原文 providing documentation for those fleeing Hong Kong and seeking asylum in Canada who cannot obtain documentation from Hong Kong authorities 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要离开很急离开 但是有某些原因令到他没有办法 在香港的政府架构里面 拿到他需要的文件 就是例如 我们只可以想是 就是Passport CNCCC之类的东西 是不是 那加拿大又怎么可以帮他提供这些文件呢 因为现在不允许他出境那个是香港的 现在不允许他出境那个不是加拿大的 是不是 那这件事可能一旦加大哥又可以帮一下手了 但是有一两个的位置我是喜欢的 他很清楚地说 要加拿大离开牙头行 离开牙头行 就是资金不要给某个国家牵头的这个地方 不要跟他一起玩这个游戏 那是贊成的 因为你想他死 最好是摔倒他的水源 是不是 对不对 不记得香港成为一个特别优惠的地方 地区嘛 是的 还有要不要说什么5G 基础在加拿大出现 是不是 也要确保如果是维吾尔族人 受过害的系统 就是我们这里也不会想要 之类的东西 在这方面他是用了大约四份 大约三份一板子去说的 好像有很多点 但是真的不要大家以为 全部点都是关系 这个是 等一下 我想问Alfred大哥 你刚才我也这么叫了 没这么说 刚才说了 其实保守党这个东西 其实有少少令香港人兴奋的 不过他说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香港人 或者香港那些政府部门 他不给那些东西 就算他说我免你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进来呢 如果香港人是怎么进来呢 其实他说的那样东西 现在已经有了 不是新东西 意思是说如果加拿大 如果你没有证件 我们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 可以帮你 但问题是 Anna说了 现在不让你离开 现在是不让你离开的 所以他甚至乎 甚至会触碰到 some kind of protection 他鼓吹着 你在那里 我都可以保护你 不需要离开 如果我自己会演绎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是香港人 进来 你才看我是什么事 那就方便了 是的 或者我在香港 你肯保护我 但我走不了 我走不了 没用的 如果他能保护到整个旅游警示 就不用发了出来 是的 是的 第一就是没有新东西 第二就是 我们曾经有些有新人去 批准过 我都说过 没用的 他都不让你走 关闭了你 是不是 我补充一点 或者关香港人事 就是父母组 父母担保 是不是 他就说 自由党 过去几年 偷偷就试下 先赌才行 白了一声 系统倒了 接着被人告 私下就和解 现在转 就转了 战略了 今年九月份 又来第二次战略了 这件事来说 当然 赢 中签那些会很开心 如果不中那些 你什么都不会开心 现在保守党就说 我们转回 战略是不公平的 我们要转回 先赌才行 我说 啥? 那就站着头 那就变了不是新东西 是没有解决问题 如果关于一些移民的东西 今天他们这么多的政党 我们都要看他们 包括公共维典 福利 教育 医疗 甚至乎我们那些 整个经济怎么洗钱 我们都需要知道 当然我们香港 对华政策那些都要更加知道 待会我们才说 今天辟了移民 我们说 还有一个平台 大家也觉得 NDP 是否我们身为一个香港人 好像 你不懂得怎么演绎法 到底我是否应该投他一票 还是怎样 不过不要紧 我想听他们推出什么 有没有令到我们共鸣的地方 在移民的范畴里面 NDP就是玩跳舞 它是很斬脚趾被沙场 即使某国的名字都不看 像我现在那样 它最入浴的那几个字 就是Foreign Infiltration 是外国的滲透 Victim 整个Plan 里面最用力 已经是这两个字了 蓝色反而真的有说过某国 香港 有这些字 是橙色的Plan 里面 香港字是没有出现过的 橙色的就是这位领导 新民主导 对了 对了对了 他会说什么呢 就是说完之后 大家还觉得比蓝色 Fairness, Respect and Dignity 我们会Respect 和确保所有人都有Dignity 进来 进来会被公平地对待 是不是 议委 对了 有一样 可能Alfred有两样 可能他听起来会开心的 第一就是说 积压了很多的那些案件 我们要快点做 咦 其实各个党 每个党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说完都可以说碟了 第三就是 保护他们 从有些欺骗人的移民联益 Alfred为什么听起来会开心呢 因为Alfred不是那种人 但是有些固然是利用 要离开的人 无论是阿富汗 唯美族 又或者香港 就是很急着离开 因为自己受到威胁的人 利用他这种困难 去做一些Price Gouching 或者骗他 混水 这些呢 其实《大山民主角》 在这个Plan里面 说了两句左右 说我来帮他们的 那就是 真是两句文字 但是又没有实质的 就是没有实质的措施 或者钱 或者什么东西 都再说多一次 就是因为我们尊重他们的尊重 他们的尊重 他有些就是说 我们会认识 你在外国国附近的信息 确认在外国 其实已经有能力 以及已经有受伤 但是训练有经验的人 其实在那里 可以在加拿大找回同等的工作 那这些也是各个党都会说的 那是家庭穿着移民 他说是一个priority 那就是说家庭穿着移民是一个priority 就是说到这一个位置 如果你是香港的 就是来到有选票的人 我当他以前好像我这样 我是港猪来的 就算有票 我都好像Alfred那些朋友 可能我不知道 我失败了吗 投赢了吗 多好啊 就算了 但是这几年很多人关心香港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其实每一票里面是很重要的 但我听完刚才这样说 其实没有什么更加清晰度 我应该投哪一个的 所以我们就怎么也要拿出一些议题 就像我们说的key element去讲一下 每个星期希望多些多些 你砌上一幅你自己觉得 自己收货的一个画面 你去投票而已 但是这样说先 未去到immigration那里 其实某程度上 不论你对自由党 他对华政策是怎样的 在他任务内里面 他的确是推出了一个叫做救生艇计划之中 令到那些人 他说得很清楚的 那个是特别优惠香港人 尤其NDP那些就有点无含糊了 其实有些人不觉意 如果他做执政的话 随时mix up里面的移民里面 他不要紧要的 有dignity进来 就是我们慢慢才防止你的渗透 那就是了 都进来了 在这方面来说 我要给自由党 是他很清楚 是比香港就是比香港 就是比阿富汗就是比阿富汗 是很清楚的 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 Anyway 不如这样吧 我们轻轻规划了三个 当然你们可以上到他们的网站 里面其实他们详细的一个 selling plan 就是他们叫做plan 就可以看到的 但是我们今天比较的那件事 就是趁着Alfred大哥在这里 是不是 可以和我们讲一下 你受得起的 Alfred大哥 和我们讲一下移民 我们今天讨论一下移民政策方面 几个party里面说了些什么 我们香港人身为一个移民 现在做了公民 我们这个票会不会因为 他未来的移民政策 你会投给他呢? 如果只是单一方面想移民 我们先看移民这方面 让我拿起Anna说NTB的移民平台 它的平台是115页 但是真正正关于移民 这一页是91页 是的 是的 其实Anna我可以理解 让我给你看看 因为NDP最擅长都是拿省的执政权 所以联邦来说 这方面真的没有经验 所以你看看 一向都是南转红 南转红红 转红来转去 所以相对性 O2那个就很贵多东西了 他之前是Jason Kenney Alexandra那些全部都是 他们相对性有很多那些东西 好了 但是新民主党就是比较 你也说的 就是福利党来的 福利党来的 在移民那里有一点非常有趣 他就说了 如果真的被他赢了 我相信他会做到的 关于父母、祖父母那里 他就说不要那个 现在自由党那个救病 Lottery system 他的意思呢 我记得到他的意思呢 他加大个cap 尽量包容 就这件事来说呢 这个是几石破天经来的 因为这个父母、祖父母的角色 其实一直被人一个印象 就是说你又不交税 你又拿福利又拿免费医疗 但是经过这个疫情之后 大家发觉很多时候 家里有个奴人的话 就照顾那些小朋友不上学 这样就变了来说 那些professional的父母 就可以去做他的事 其实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其实在某程度上 老人家的问题是 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 真的是一个负责 是一个债责 其实是一个包袱 他是不是想拿一些 其实这边有很多族群 有很多家庭 是不是在那里呢 就是他选择的选择 你说真的加拿大人 如果生小孩出来 他也会自己生活 也不多 那是不是对于这一方面 因为我觉得加拿大的老人家 他自己存钱了 在一些新族群里面 你看到就算这个党魁 他也是一个 没错 小数族裔的人 变成一个主流里面的党魁 那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件事来的呢 是不是想拿这些 小数族裔的选票呢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经过这些年纪疫情 这一向的想法 要重复 尤其是联邦 即是Liberal 已经更改了 将那个资源的收入 就加大了30% 还有那个担保期就加倍了 所以换句话说 真是那个经济环境 有这么长的稳定 那些子女才有条件去 去担保父母的 我觉得呢 会不会是对加拿大经济一个 妇女呢 有一件事是大家不会争论的 他们没有交税 这是事实来的 那他们有没有间接的资源呢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重复了 是不是 那些小孩子因为疫情不能回学了 那谁看他们呢 同时所有的家人都去到其他公共服务 那这些父母有钱都找不到人做 但如果有父母 就变成了阿爷阿妈阿公阿婆 变成了他回忆了这个角色 所以就在这个疫情之下 就显现了出来 你也公道 公道说了一点 如果他选到 不过这么久以来 历史是他们还没差一点 Jack Layton那一年 好像就有些机会 那时候Jack Layton 好可惜 这个你讲了他们所谓的移民政策 我们比较说两个主要的党 就是自由党 他们的移民的平台 大家都被他们熟悉 因为为什么听了很多救生艇 Stream 1 Stream A Stream B 就是很多我们身边的人 就算家和的服务里面 都很多救生艇说了 也有很多未来的 World Permit 我和你做节目都说不少了 但是现在去到选票了 就是说一下 因为他们执政党 当然他们有个 虽然是少数政府 他们有个advantage 他真的可以花钱 他可以动用一些 但是他真的想到的办法出来 当然他咨询了大家之后 怎样看两党的移民政策呢 今天我们按照移民 我看到liberto 有一个很吸引的 很吸引的 当然他说 入籍的申请费 他将会大幅度调整 是减的 他们认同了入职是政府服务 不是一个货币回应 什么意思?那些人都没入职 干什么跟你说话呀? 不是 这个应该有家人 其实这个来说真的挺适合的 因为你入职的收族费六百多元 真可恶的 有些人 贵呀? 这个意思是吗? 很贵呀 贵到 入籍只不過是怎麽說 我已經譬如說已經移住了這麽多年 生活了這麽多年 滿足了你過去五年三年 什麽又交稅 什麽都做了 入籍應該是 自然不覺的事 踏一步就是了 六百多元的申請費不是 那它就會將這個轉 那個想法不同 所以我覺得它會拿到一些票的 那些家人那些朋友會拿到 我會覺得是這樣 還有因為它是執政黨 它不會說大刀闊虎說話 如果太離譜的話 為什麽你自己當前不做了它 所以它相對來說 只不過是延續它的事 還有它過去幾年 正確地說話 它都頗包容、頗大膽的 它都說它將會繼續 將移民的每年的額 就是合理地加大它 其實它2021、2022 已經超過了 population 1% 已經超過了 已經是自由黨今屆做出來的 這件事暫時我看到幾個、三個政黨的 那個移民的項目似乎就 自由黨那樣實實在在 即保守黨沒有一個移民 幾頁當中有沒有說移民政策的呢 開場白 其實我私下都和Anna都談過 都看過她的項目 就是說很多那些 Buzz words 馬上扔掉出來 說完之後還不明白 我們先說一些來聽聽 我們香港的網友 剛才我們說了 譬如說那個 父母總父我們最關心的 她說不要抽籤 我們稍後才可以 那沒有解決問題 其實如果你再做一次民意調查 你給她現在所有申請都接受 不過要排隊 有可能排到四年、五年、六年、七年 你制不制? 我想我有理由相信那些人制 我抽籤出四年 抽不到的 是不是? 但她再排過有機會再排多四年的 是啊 是啊 所以這件事 這樣她就 永遠都可以團聚了 是啊 當然了 O2她也有些東西挺有趣的 她就說譬如超級證書 當然超級證書 其實關不關香港人事呢? 其實也是關的 香港人不需要拿超級證書來 ETA已經來了 但是她就說 哎 讓他們來吧 一住住五年 就是不用兩年 現在兩年 比較五年 就是不用你逐來逐去 逐來逐去這樣 其實她的意思是她的想法 也有她的邏輯的 就是說很多時候 那些父母未必需要移民的 未必需要移民 你寬鬆一些 讓她逗留久一些 說不定這個可能是代替品 她的邏輯是這樣 你贊不贊成一件事? 但是背後的邏輯就是這樣 其他她說什麼 把這個改善的科技 現在正在做的 不是新的事了 說了就沒有說了 那些法律 會繼續多些 介紹一些法律 現在是在做的 就不是新的事了 是不是? 我聽你這樣說 就算你是移民專注那一篇 都看到 這樣說而已 不是代表你 今天就是定斷你投什麼票 只是根據他們在推銷 在計劃裏面說移民方面 我根據這件事 可能就是投自由黨的 如果只有這個部分的計分 如果是關於移民方面 當然啦 好像一個人 男生和女生 你有個check box 我為什麼會和最終要 和這個人結婚呢? 他又經濟穩定 他又夠孝順 今天我們第一次說而已 不是這麼說 就這樣聽下來 如果關於我們香港人 很關心移民方面的政策 似乎因為香港這兩年的 反修例開始 在這個執政黨 雖然它是少數政府 它都能夠推出了一些 都幾實際 幾practical的一些計劃 是不是這麼說 我同意大家 Anna呢? 在移民方面我也同意 Alfred 我覺得現時這個 比起在書面 現在讀到那幾個是好一點的 如果純粹說移民來說 就是有些人都出給5加1 又澳洲又紐西蘭 給了一大輪 其實都好像是加拿大 這個是1 就等於1 是不是? 我們讀完一年書 我就可以拿到PR 或者做了一年東西 我就可以拿到PR 那我個人覺得 自由黨是沒有在這方面寫新平坡 但是這個是議員政策 是不是? 那對於PC來說 它在這一方面 是沒有說到任何事情的 就是我們不會加大 我們不會增加partway In fact 我有一點擔心的 就是加拿大其實 其實我們之前那幾代來的時候 是有些喜歡像現在英國那一套 投資移民 是不是? 那如果是藍黨 它是喜歡這一點的話 那就糟了 因為實際上不是這幫人 就是無法達到這幫人 那就是訂錢做生意那些 那和香港的關係已經少了 大家可以想起是哪一類型的人 就好像在歐洲那些黃金Visa那類 是不是? 那和不是真的切合加拿大現有的需要 就是英國要錢加拿大要人 在這兩年的政策上真的是這樣 而我們加拿大也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人口老化的問題嚴重 疫情之下不夠公開的 或者有工沒有人做 有人沒有工作 那個問題嚴重 也不可以這麼快再重新人 是一定要import talent 我們需要那些人去做這些工 令到我們生意和經濟撇 Hand 亦同時這些人要交購新本稅 我們先細水長流失盡 有錢可兩個星期進入一次 而不是突然有人說我ner幾百萬來投資 但是也可以 differences 居然於這樣子我就會走 或者買了什麼正在日落的生意 然後結果claim business laws 這件事情 我個人來看 暫時在移民政策上是民主性 我有個這樣的憂慮 這可能是我自己的 我們說到其實大家來到加拿大 尤其是多倫多 溫哥華那些 卡加利 我們都經常很容易說了多元文化 這裏其實有什麼少數的作詞 你不需要當自己是inferior的 不需要覺得自己是被人欺負的 或者好像很沒自信 大家都一樣 整個國家都是移民 是這麼想 但其實當我們經常這樣 那個黨都要拿一個平衡 他們才會贏 他們不只是拿香港人的選票 是說要拿其他族裔 其他族裔之餘 還有一些主流族裔 我們所說第一代或者第二代 已經在那些白人的圈子 離得久的 其實他們聽到這麼多新移民來 如果我是一個覺得自己優秀一點 雖然不對 這是discrimination racist來的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 我想家和也會接觸到 有時候人們都會 其實我都會遇到一些歧視的情況 大家不想閉上耳或閉上眼 好像當沒有 是有一點的 其實在選票當中 你看到移民政策這麼寬鬆的時候 其實他會不會在這裡贏了一些 就是少數族裔的票 但是主流的票 他會覺得 哇 又阿富汗又中國 又香港 鄭根又多些 喂 好像不是很好 我寧願拜那個真是做生意做生意好些 會不會呢 但是同時現在做生意的黨 是提出這麼多人的名字 是不是 新疆 維吾爾 香港 阿富汗 全部都拿出名字 但是藍黨其實應該是幫工人的 就算是進來的那些移民 現在香港包括也都是工人 他連個字都不敢說 所以是很奇怪的 固然紅色就沒見了 但紅色就在看現時正在做的事 怎樣啊?Alfred怎樣啊? 這個你就移民很多了 但是其實移民真的很多 最主流的 印度族 你千萬一看到 郵站也看到 我們這些以前香港人都會做一下 現在不做的 香港人就選擇做的 是的 是的 其實當這些主流的有個印象 哇 是的 他們是 fill up 了一些 position 在man power方面 但是對於那個country的make up 其實他們有沒有一種 如果你認為會不會有一個impact on 他們得到這些小數族的票 但是會失去一些票的時候 他們這樣的出這個platform 他們會不會計錯數呢? 我覺得這樣的 藍和紅也好 他們有很多東西是共同的 比如說他們要skilled talent 關於投資那裡 其實來說是Jason Kenney的時候 藍色的時候斬了那個投資移民的 是他斬了的 就是他要人才就不要錢才 然後呢 既然他上手大刀闊闊 他做完這件事 那就是liberal接手 當然繼續啦 是不是? 怎會無故突然挖出來呢 是不是? 他們變了來說 關於投資那裡是很合理的 其實兩黨的想法是很相似的 他將錢、投資的方向 下載了給省份 下載了變成P&P 所以BC、安生 每個省根據你自己獨特經濟的需要 所以你就吸引哪類型的投資 哪類型的skill worker 你就選擇你去選擇 然後就移民 這個意思是共識來的 眨眼說時間差不多 但是有一個最後的問題 告訴大家 喂 我們說了這麼久 很多人在這裡其實說一說 怎樣拿張選票先 還有海外的加拿大人 說真的 好像怎樣的 其實聽聞是有一個網上登記 拿個package寄回去又寄回來 很多人就想 他9月20日遲早算不算票呢 這些Anna 熟不熟呢 會不會Alfred熟一些呢 Alfred熟一些 反正我沒有跟進這件事 現在說跟進 這些就放心 因為為什麼呢 還有五個星期 就是五個多星期 我們都會觸碰 答應大家 因為我看到網上那些人 因為我想尤其是香港團體 會發起大家提醒香港的選票 當然加拿大的人 有三十多萬在那裡 也有很多香港人 當然也有其他人 其實那裡的選票也有些影響 有些力量的 所以第一件事 他在elections.ca那裡 先登記自己的選票 是不是 需要知道 你能夠顯示到你的Canadian Passport 或者你的Citizenship Card 去登記自己的選票 然後他還會在海外那裡 幫你搞你的手動 嗯 大家有沒有最後一句話 關於這個選票 在我們今天第一次 跟大家說這個聯邦大選的 就是加拿大聯邦大選 大家有沒有最後一句話呢 Alfred 我只可以說 在聯邦大選這個層面 Immigration 永遠都是一個偏向問題 相對來說 是微不足道的 反為其他 所以但是我們 或者我們這次就有一個 Easy Start 做好嗎?Anna 是啊 大家 是啊 好像大家都有一團和氣 是啊 接著我們下一期 就可以變成比較普遍的 就比較尖銳一點 那Anna呢? 外交和對話政策 是每天都著眼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說了最熱情的地方 但是之後就有些實惡惡的 影響加拿大本土的生態多些 例如健康 精神健康 會不會家暴 國防 土飛 房屋 對啦 Pandemic之類的議題 其實全部都可以用來計分的 是 今年今次這個聯邦大選選舉 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時間 就是我們在第四波的 剛剛開始有機會開始的時間 進入了這個聯邦大選 所以裡面其實有很多心理陰影的問題 沒錯 是會影響這個選票的 都要看它如何感受 這個政府在這個疫情這一兩年裡面 重要還是已經忘記了 還是政府都派了多少錢 所以很多東西都影響最後那張選票 但是我們身為香港台 我們都說我們的觀眾就是香港人 就是希望香港人來到加拿大裡面 拿了一張選票 最終你那張選票要幫到香港人的時候 你有些東西可能會不會要犧牲了呢 就是這樣會不會影響你加拿大那裡 又有些不是很舒服呢 我想慢慢希望這幾集裡面 帶到給大家 藉著兩位嘉賓的一些 insight 帶到給大家一些啟示可以怎樣頭髮 好 再次多謝資深移民顧問Alfred 再次多謝家和的黃曉瑩博士 Dr.Anne Wong 約定大家 真是慘了 熱功要連續做五個星期 大家留意他們 他們的工作 他們自己在做的工作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希望大家都支持他們 也歡迎我們的網友 留下你們關心的問題 不論你是香港人 或者你是加拿大加拿大裡面有選票 香港的加拿大人 你有問題 實際上我相信很多人看到的時候 可能對他們自己都有些啟發 希望大家記得留言和分享出去 要下個星期逢星期四 幾點鐘 九點鐘 希望大家記得看完之後分享給別人 再次多謝兩位 下個星期 登記做選民記得 是的 選擇有沒有S的? Elections.ca 記得登記做選民 很快就立刻有 不登記是否到時不像香港拿著身份證登記 不可以這樣投票 好 大家記得了 Elections.ca 好 盡你的公民責任 神聖一票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香港台 有東西想寄回香港 3元一磅 問去哪裡找 你沒聽錯 用BuyShip速遞回香港 自取每磅3元 派送上門首磅8元 逐磅4元 除香港以外 還可以速遞去中國 東南亞 澳洲 英國等地 有東西要寄 就來感受中華找BuyShip啦 如果你睡醒起來 覺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你就要考慮換一張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習慣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軟 你睡覺的時候 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令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間出現胸褲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這身體的支爭點如 頭 肩膀 臀部 張誠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將床褥要慢慢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來的電話 打416321882 找尼安家師聊聊 床 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We're together It feels like my sky It's been lifting the dark sometimes 曾共到困了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難每下 總有支持 無分未落我 無明天一起每天 齊疼安安和寂寞分享這信念 無論倫散意地或架錯 總可再見面 愧疼著血液的理想 奔向飛前 心一起同行 不孤單一人 齊底看暴雨 一起看自由 和澀大臣 萬是 無論家想要 可思讀 可以 無論家要 不及無論家想要 大臣 未來 有心事